非常感謝我們這七位港姐 我覺得都很清楚看得到 其實我覺得香港已經有很多轉變發生著 我覺得那個transformation 就是e-learning transforming education 是有一個挺好的苗頭 起碼就這樣留在這個校園裡面 其實真的做得不錯 而我們也都看得到 其實我們已經是認識到 其實除了那幾條之外 那個整個intrastructure 很基本的條件之外 大家都講到有個mindset的轉變 是不止mindset的轉變 我覺得是一個文化上的轉變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文化上的轉變 我們不能夠改變我們整個運作 其實要真是很順暢地改變得到 其實是大家的工作的方式 甚至乎是有什麼partnership 在講不講那麼多partnership 其實我覺得今天我們用過landscape這個詞 我自己本身是很相信一個 我叫做ecological model 其實我們是一個生態 整個生態來的 如果我們說要由今天 我們原本那個舊有的生態 去一個我們不知道是怎樣的生態 我們是要一起共同去摸索 所以這個panel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stimulation 但是我知道今天大家坐在那裡 一定是很想有發表的 所以我就很想在這裡 邀請在座學位提出你自己個人的看法 請在座學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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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我會由做教材 請在座學位提出 請在座學位提出 我曾經在座學位提出 和我出版社的老闆聊天的時候 他跟我說 他說 安娜 你留下吧 我飲書就像飲民旨 這個令我立即走 非常反感 因為這個真的是事實來的 剛才阿成先生提過 他等了幾百萬下去 但是他的收益是遠遠超過這個數目 因為他真的忍得很快 因為如果輸他的家錢 你回答這十塊錢 就是不夠了 而實際上 剛才教育局的官員 曾經提出 做e-tax-book 這件事 開放成這個市場 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這個e-tax-book的市場 其實在出版社 他們就發展得比所有的商業都做了 所以很容易 他們根本就擁有這個市場 但有錢又會跌回可能性格 變了其他人 沒機會發展 剛才OU的泰銘能力的理解 也提過 開放電力資料 這件事 其實我最贊成這件事 為什麼我最贊成這件事 因為這是所有老師的協助 協助出來 我告訴你 所以你會期待 那些東西的質素不夠美 不夠高技術 但教育成果是會最高的 會最快 和最保留的社會 但如果是我們的官員 這樣發展一個e-material的市場 或者e-resources的市場 會變成怎樣呢 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我看了很多paper 在美國 他們的發展就是 由於商業的時候 他們會將 哇 很多東西在裡面 就會將它歸納成為 它自己新的 出版社的 一些新的resources 然後將它擺成為自己的copyright 這件事就很嚴重了 因為所有老師的counter 可能是一個open electronic resources 變成一個出版地的assets 我想大家看到的時候 我們這麼慢慢的假公司 要拿回來呢 我想沒有了 這個成為我們一個很大的尷尬 因為美國已經發生了 它將counter domain的所有的 遙控股市 或者好像沒有人要的 就立了自己的 好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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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聽多些 最後我再給panel hand 就是有些機會的回憶 好 剛剛有個國際商家就回應了 有個黃先生說過 是關學校資源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學校裡面推行IG教育 技術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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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事做了数年 很多事都是校围 但一走 实际是不全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 很想教育 认真地想想 有没有再多的提供 这方面 第二个是刚刚提到的 超借的问题 转变了 生态的问题 我想在IT教学 最大的挑战是 要改变一些老师 去连接转变的文化 其实每天IT都有新的出现 其实不可能一教育一套就会用下去 大家也不认识到这套东西 就连接新的出现 其实改变文化就是大家要接受 这个世界不停地转变 都是学习的文化 那我发布了 没问题 我们可以多些出发声 你也可以問問英語 是的 如果沒有 我想請問 Dr. Chen 做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按鈕就插著咪高峰 要方便一點 我想就回應一下Anna Anna 我想你離開設計界應該有段時間 其實她在聽老闆講的就是我入學的時候 大概十年前 那時候的世界類似是這樣 但那時候的世界 即是說這些說話的出版商 我想其實已經很多都不在 即是現在教科出版界 我很有資訊說 因為其實我現在不在教科出版界 Anna 就是因為他們賺錢得多 所以你跳走 我就因為發覺教科出版界很艱難 其實我現在在大陸做 我是想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即是作為整個教育服務 系統裡面的一份歷史 為甚麼 她跟我講話的時候 喂 你做什麼 我開始問你 我原來你是奸商 即是 我還想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而且特別我做這兩年的時候 我發覺沒有可能 這個model不work 但是我把錢放進去 那這樣是怎樣的 所以我中大一些人 覺得很煩 即是由學校長開始 到不同的院長 我經常問 喂 大學的努力是甚麼 大學院的努力是甚麼 老師的努力是甚麼 因為剛才你看過的情況 我想一定是很久之前的情況 現在不是的 這個問題出現了 如果作為一行業 基本上是非常不好做的 即是你有些錢 你賺錢 你去買一層樓 收租就好 就好 反而想看一看 現在如果大家的心態 覺得出版界是阻礙發展 那出版界很冤枉 而且你沒有了出版界 這個心態裡面 你又會有其他人進來 其他人是 他沒有了 expertise 但是他又 replace 了那個 load 的情況 這個就是大家想想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我們香港走了十幾年 有一個問題 我經常在問自己 就是我們有多少東西是積累了 我們積累了多少東西 我們有多少東西 是幫助我們繼續向前進的 如果我自己這樣看 譬如說香港的三個 RT in education 那個 strategy 我覺得第一個是沒有方向的 因為那個時候香港是沒有的 Education before 那時候你問 你問什麼叫做 Paradigm shift 那個人有不同的說法 但是最多的說法就是 我們不要貨盤 我們要用電子書包 我們不用用黑板 我們可以用電子白板 但是到第二個 Master Plan 我覺得是 我個人來說是最滿意的 因為它是有一個很清晰的教育方向 因為我覺得 我們現在是不知道那個 End Point 沒有人知道那個 End Point 是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是沒有 End Point 我們正在走路 我們只是向著哪個方向 而我覺得當時 那個第二個 Strategy 是很清楚 就是我們 E-Learning 是要跟整個教改 是要一致的 而當時也有一個積慮 就是看得到 其實剛才說了很多文化上的改變 學校要怎麼改變 甚至乎你的基建 你這個基建 你都要有一個 你給錢 那些錢去學校用 那個 Account 那裏 校長怎樣用那些錢 甚至乎我們剛才說 那個 E-Learning 我們說的時候 學校說 我們學校裏面怎樣 例如Liberal Studies 給多了兩個老師 你怎樣買那兩個老師 你怎樣整學校那個 Time Table 那個教學時間表 其實這些都是很要講 整個那個領導 那個領導也不是一個 一個校準那麼簡單 所以那個裏面 我覺得當時是 講到 E-Leadership 要有 E-Leadership 的培訓 整個我覺得 是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方向 但是去到第三個 我覺得那個 Write Time Write Time Write Whatever 我覺得 是沒有了那個方向 就是沒有一個 我們叫他去哪裏 那你認為是 Right 就是 Right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我自己有一個擔心 我覺得任何一個人 或者一個機構 或者一個社會 我們要做到一些事情 一定要 Take Risk 的 你沒有可能 Take Risk 的 我們一定要交學費 一定會有東西是不硬的 一定會有些東西做得不好的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香港要交學費 一定要交學費 但是這個問題 我們交了學費 學不學到東西 我們有沒有 Go On 所以我都很想聽一下大家的 就是說 我認為我們都是一個社會 我們都是 我們香港是我們的家 那怎樣 其實我們過往的一些東西 你覺得哪些東西 我們應該最值得 值得給我 比如剛才說 Equival resources 或者 Textbook 其實 Publishing Publishing 它可以 就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去罵它的商 我亦都可以說 你不要賺太多錢 但是其實 我們的社會 需不需要有 Publisher 呢 它們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惡色呢 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做 我想很想聽大家的意見 有沒有什麼 我再說行不行 我其實想說的 就是 不好意思 我先試一下 我剛才想說下去 剛才提過 如果 Open Resources 是太多的話 根本老師沒有辦法選擇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轉型的位置 出版商不是想掩死它 給它做生意 或者不是想它沒有公開 我想在一個 好像老師所說的 一個理工圖圈裡面 出版界是轉型的 轉型之後 他就不是把所有 Equival resources 把握自己的asset 而是去提供這個服務 幫老師選擇一些資料 例如一間公司 出版社 他就幫他選擇一些資料 然後說 你訂閱我 還有一個目標 訂閱的時候 那些資料 是屬於他的 變成不同學校 可能有不同的取向 他就選擇不同的資料 我不用這間 我就不選擇第二間 我想如果在出版價錢 可以轉型變成這樣 可以大家去subscribe 他 最後有沒有網友想說話 有沒有 如果沒有 就因為時間都不斷 那我就想看看我們的panel 內部的編位 是想做一些回應的 我想我回答 就是最主要的問題 但Anna說 其實我從來都不相信 就是人家特首08-09 那個詩情報告 說要減引學校圖書包 減引教科書 從來都不相信 你能夠做到這些 因為我會覺得 以前就說 書櫃等等 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最進入醫院 那你的傷反人 其實都要找人背影 你要保證他不倒 那商業 自然會有商業的理由 去維持回自己的營運 我自己找到職務教師 這個學度來看 我會覺得 譬如說教育 現在行到醫名實學 其實我覺得 是挺高了一個 atmosphere 美學界去看醫院 如果你回顧 從99年到大概2008年 其實那個氣氛 是無近幾個積極和熱烈的 學界自己本身都多了 亦都攬多了醫療 那個好處 我覺得我最主要 是看這些 如果TSS那裡 其實真的 真的是一個好 到第一 我這一天做的 我們就知道了 不過我經常說 學校裏面 哪一個同事 你應該沒有的 最高人工 然後最高什麼 你做的 不是校長 OK 我們經常覺得 是個lap tag 是個lap tag 通常是 比人工 較為高一點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做幾間 我們的IT 是很羨慕的 因為它有層次 因為它有層次 它經常說 其實我做的 是很普通的 尤其是 如果你教學校 教學校 經常都不做 職位的話 那個lap tag 真的沒有那麼多 要準備好的時候 其實 那個IT 雙的雙方 其實有很多 但是它沒有層次 所以沒有前途 所以我們叫做 IT 我會不會有很大的期望 會不會 最終有個FPS 讓你慢慢跳 這個也不是我期望的 我期望 我可能多一點資源 可能多一至兩個 所以我做十幾年的IT 就是那些 其實我自己也要明白 相反 我自己也要明白 因為我從來都覺得 我只想反過來 它不可以跟得到很久 我只想反過來 其實我曾經試過 我只想跟了我四五年 我都會不會說 你真的是時候 你應該要走 因為作為一個朋友 我懂得四五年 你會見到 他在我的歌詞上 他的頂點 最多是一個萬人 然後他要結婚 他要生兒子 他要的話 其實他很難支持 你可能都要練 我想覺得 其實這個資源上 可能就在 IT Coordinated 和多一點點支持 謝謝 謝謝 我們希望你們的歌詞 可以再給你 OK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 在這裡 我想代表我們中心 給我們一點點憐 給我們的港城 謝謝